经济部的补助 礼拜二送上去 三天后我们竟然收到 就三天 我们在日本北海道有因素 我也申请了同样的补贴 然后三个月 我到昨天才收到 新智芳亭是国内第一个结合婚礼跟游戚的园区 它同时也是国内第一个推动绿色婚礼 就是不卖鱼翅 不卖燕窝 这些比较争议性食材的婚宴业者 我们一年大概可以提供200厂的婚宴 那真正受最大的影响是 三月的时候 几乎就是所有的室内的宴会全停下来 所以三月四月五月六月这四个月 我们大概减损了百分之七十左右的业绩 我们大概损失了两千万的营收 在台湾会从事服务业的员工 基本上都是读技职教育 然后家里也相对的稍微弱势一点 所以即便薪资不多 或许它就是他们家里最重要的经济支柱 为了这件事情我也写了一封信 在四月份的时候告诉我们自己的伙伴 公司一定会撑住 不会有裁员或是减班减薪 放五星假的动作 我们的伙伴的薪资可能就将近两百多万 所以大概一个月我们要亏损两百多万 中卫中心也有告诉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申请 经济部的补助 礼拜二送上去 三天后我们竟然收到 就三天 我们也了解行政程序等等的这个情况 要在三天拨款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我们在日本北海老远民宿 那日本的疫情比台湾严重的太多 我也申请了同样的补贴 然后三个月我到昨天才收到 这是意外多出来的一笔预算 我可能可以撑一个半月到两个月 我们还另外进行了一些设备的更新 然后串联一些业者 希望用合作打群架 希望在疫情减换之后 我们能够有一些耳目一新的做法 我们不是害怕在隧道里头 我们是害怕我们在隧道里头 看房前头那个光亮 刚好政府的纾困金 其实就好像我们在这个隧道里头 有人给了我们一把手电筒 我们可以再继续往前走 那我也相信走过之后 下过大雨之后 应该有一个更晴朗的天空 以及更好的业绩